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系统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德国的统一 我是北安国中李珍老师 大家好 内容大纲包括以下 统一的背景 统一运动的展开 以及统一的完成 德国统一的背景为何呢 最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有什么影响呢 自由平等的精神 宣扬全欧影响了这一区的人们 德意志西部地区的邦国 就希望能够依他们的意志 能够获得自由跟平等 摆脱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 能够跟法国一起来联合 所以呢1806年的时候 拿破仑就成立了莱茵邦联 把300个多个邦 并成30几个邦 法国在哪里呢 请看右图 左手边的紫色 那就是法国 而所谓的莱茵邦联 就在法国的右手边 所以莱茵邦联就是 德意志西部地区 与法国联合的一个具体呈现 拿破仑的改革与对外扩张 刺激了日尔曼民族主义的发展 日尔曼学者费斯特对于 日尔曼的民族主义非常重要 他在柏林大学发表了 《告日尔曼同胞书》 号召日尔曼要争取自由 脱离外族的控制 普鲁士希望能够实施君主立宪 加速工业化的发展 建立国民义务兵的制度 落实义务教育 来让德国的国力增强 最后成立了柏林大学 维也纳会后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莱茵邦联变成了日尔曼邦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因为在拿破仑下台后 他的莱茵邦联就变成 以日尔曼人主导的日尔曼邦联 请看是哪一国为主席呢 在这个日尔曼邦联松散的一个组织当中 澳国还是掌握了大权 控制着日尔曼的地区 是普鲁士追求统一的最大阻碍 1848年的革命浪潮 什么是1848年的革命浪潮 孩子你还记得吗 1830年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很棒 1848年的是法国的二月革命 而法国的革命风潮影响全欧 所以梅特联奥匈帝国的保守政权被推翻了 所以这个区域得以召开法兰克福国民大会 希望能够由普鲁士来出任新帝国的皇帝 但普鲁士国王竟然婉拒了 他为什么要婉拒呢 其实他不是不愿意担任这个区域的一个领导者 而是希望整个统一的历程能够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 埋下未来德国统一的种子 防龙是这样叙述这个历史的人物的 他说他是一个新鸡深层的一个普鲁士相生哦 而且他虽然很少说话 但是讨论的内容都熟记在心 他是谁呢 他就是带领普鲁士统一建立德国的关键人物 毕斯曼 他是一个讨厌空谈 他认为行动比较重要 所以他是一个著名的所谓的铁学宰相 什么铁学宰相呢 他认为完成德国的统一 其实要靠的就是铁跟血 武器跟战争 空谈是没有用的 威廉仪式是德国的君王 普鲁士的君王 他改革军备 却引发了严重的宪政危机 也就说国会不支持 所以呢 他就招 毕斯曼来组阁 想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日尔曼国家的话 原本小国组成的松散联盟是不行的 所以要支援自己服务的普鲁士成为新德国的统治者 换句话说 威廉仪式要成为新德国的统治者 清除旧的热曼势力奥地利对于德意志世界的影响力 取而代之 宪政冲突 军事改革 民族运动 唯有透过战争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毕斯曼推动了铁血政策 也就是要靠过战争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德国的统一 第一场由毕斯曼主导的战争就是丹麦战争 丹麦吞并了所谓的神列斯威和好斯敦 而普奥两国就联合出兵来攻打丹麦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这两个小邦呢 是以日耳曼人为主 换句话说 日耳曼人的大哥也就是奥匈 二哥普鲁士约好一起去帮助他们日耳曼的小兄弟 所以就去打了丹麦 那在这两国的联手之下 丹麦当然战败了 所以呢就签订了维也纳条约 丹麦将两地交予了普鲁士跟奥匈 这就是毕斯曼所主导的第一场战争 第二场战争是普奥战争 二哥就正式的跟大哥宣战了 毕斯曼在进行战争前就做了一些部署 例如外交部分 他做了什么呢 他去跟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见面 他知道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浩大喜功的人 所以他希望呢 当普鲁士跟奥匈打起来的时候 他能够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 第二个呢 他希望呢 撒丁尼亚也能够对澳国作战 澳国内部也有他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内部的匈牙利人 马扎尔人也要求要自治 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同的种族 所以呢 派兵进战了好斯敦 又是澳国对普鲁士宣战 普奥战争 结果如何呢 到底是热曼的老大哥奥匈会赢 还是新崛起者普鲁士会赢呢 竟然是二哥普鲁士在毕斯迈的计划下 获得了胜利 请看 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 跟之前的名称有什么不同 之前叫做邦联 现在就叫联邦 联邦的意思呢 就是比较中央集权 比较有比较大的力量 去控制其他的城邦 而邦联的话 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组织 而这个北德意志的联邦 就是以谁为首呢 没有错就是普鲁士 热曼北部的21个邦都参加了 以普鲁士国王为元首 制定了宪法 联邦的军事权是属于联邦政府的 然后采行普选 但其实呢 意味是控制在普鲁士的手中 统一的完成 能阻止普鲁士统一的 还有哪些力量呢 英国 我们来看谁要阻止普鲁士的统一呢 谁是 毕斯麦的眼中钉呢 英国不是 因为英国说他要光荣孤立 反正别的国家是不光我是 所以呢 我不会去管你的 所以英国不会阻止他 嘿嘿 那俄国呢 他觉得德意志境内呢 OK啊 他们如果在边 那是那个打来打去也是OK的 然后呢 澳国他已经不敢轻易的对抗普鲁士了 因为他觉得他的力量够大了 那所以目前会去阻止普鲁士统一的 Bingo 就是哪一国 法国 所以呢 法国希望能够维持德意志的境内 分裂 因为他邻居的弱小就是我们的强大 所以他希望呢 隔壁的那个日尔曼人最好能够不要强大起来 换句话说 毕斯麦现在就要跟谁打仗了呢 哎 答对了 就是法国 他是统一最大的阻碍 法国不能从普鲁士的扩张得到利益 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改革案遭到了否决 所以没有办法 有效的二子德意志的统一 而西班牙政府呢 曾经邀请普鲁士的国王的堂兄弟来担任新王 如果这个成真的话太可怕了 法国就会很尴尬 变成被普鲁士跟西班牙夹在中间 所以法国大使就要求一定要拒绝西班牙的邀请 普鲁士人不能去当西班牙国王 那会谈的内容呢 在毕斯麦刻意的不小心的公布底下 就让法国的人民很生气 普鲁士的人民也很生气 所以呢这场战争就在民众的怒火当中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一定要来一个决一死战 请看右边有留下历史的证据哦 就叫埃姆斯密电 很有趣他叫密电 可是呢却被毕斯麦给公布了 所以法国跟普鲁士宣战了 法国外交孤立准备不足 相对而言毕斯麦可是一个冷静 又深谋远虑的一个领导者 他呢获得了南德意志诸邦国的武装资源 俄国又中立哦 而且还偏他友善 所以啊这场战争呢 请注意左下角的地图 左边是法国 右边是偏热曼区域 所以巴黎被攻陷 法军投降 拿破仑三世沦为阶下囚 法国割让了亚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 嗯?为什么他想要获得洛林呢? 因为洛林可是产铁的 本身德国的卢尔萨尔产煤 如果又能够获得洛林的铁 对于发展工业真是如虎添翼 然后法国赔款了50亿 然后法国共和派宣布成立第三共和 战败的趋入 让德国法国成为世仇 欧洲政局动荡不安 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 中时期日尔曼区域一直是神圣 罗马帝国的 所以基本上是四分五裂 而法国的拿破仑 征服了这个区域之后 帮他们合并为三十几个帮 称为日尔曼帮联 而里面呢 以大哥澳国的力量最大 日尔曼地区的知识分子 其实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统一 在民族主义的激昂底下呢 普鲁士王国就变成日尔曼统一的一个核心 普鲁士为了促进日尔曼的工商业发展 所以他做了关税同盟 所以经济的统一是日尔曼将来走上政治统一的一个关键 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仪式重用了宰相比斯迈 比斯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他采取所谓的铁和血 就是战争的方式来达成统一 所以呢 他进行了所谓的丹麦 普奥 然后最后的普法战争 所以都获得了胜利 德国完成了统一 成为一个强大的德国 简芷